岳飞的满江红中有一句 靖康尺由魏雪 臣子恨何时灭的诗句 其中军事的便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事件 靖康之尺 那这靖康之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造成的结果和影响又如何呢 实际上在金兵围困开放的时候 因为拿不出足够的贡金 送亲送便之号将宋人女子当作贡金送给金人 其中嫔妃公主和王妃 每人值一千定一两 王子女儿五百定 郡主两百定 而贵宗女儿值得一百定 而总共送给金军的女子人数 达到了一万一千多人 只好金军公婆宋朝都城之后 过去俘虏的宋徽宗和宋亲宗父子 同时还将后宫嫔妃和朝臣等三千多人压戒北上 在这些人中 要数宋室女子的命运最为悲惨 一路上这些女子不是冻死就是病死 还有的则是被金军弄死 活着到达金国惠宁府的女人还不到一半人 其中宋高宗赵构的母亲韦贵妃 被金人抓走的时候已经48岁了 为了折磨她 金人将她送进了幻仪局 也就是妓院 据说韦贵妃在这个幻仪局里 曾经一天就接待了一百零五人 而宋徽宗的女儿帽的公主赵夫金 一位是当时出名的美人 被金国的完颜窝里不点名索要 而她也成为了金康之尺中 首位被金人强奸的宋朝公主 在这个完颜窝部里死后 她又进入了金朝宰乡还因古神的府中 于第二年被折磨至死 而金军对待这些宋朝女子 就如同对待牲畜一样 他们不仅被迫去献我劝酒 并且还供金军摧残柔烈 有人反抗的便残忍杀害 谢谢观看本期视频 了解更多请关注我们